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恭喜今天前来参加拜师的世界各国的弟子们 也衷心感谢前来祝援法会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卢台长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新领导师 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已有20年 卢台长以佛法指导人生 以妙法启迪佛性 令众生开启智慧 悟出人生真谛 现在 全世界已有700万佛友 因心灵法门而离苦得乐 重获新生 卢台长也因此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并成为意大利770年历史名校西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 将和平之光传遍世界 时隔两年 我们有缘再次相聚在槟城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航普渡 甘露变洒 感恩师父卢君洪台长 慈悲成愿 普渡有缘 今日拜师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弟子 师父为我们在天上栽下一朵莲花 延续会命 启发菩提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航普渡 为我们照亮回家的路 我们更应该以师父为榜样 学习观世音菩萨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将心灵法门佛法之光 燎原光大 让更多有缘众生 得闻佛法 离苦得乐 卢君洪台长不辞辛劳 欣喜众生 在辛苦的拜师一世之后 顾不上休息 仍然坚持要为我们现场开示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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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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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佛友 他突然接到他的同学的电话 说他年轻的妻子只有32岁 从发现癌症到死亡只有三个月 留下了一个五岁的孩子 这个同学 这个同学 这个同学痛不欲生 他花了上百万块钱 一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你们想一想 棺材不是专装老人的 能早点念经 修行该多好啊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人生无常 事事无常 事事无常 赶快学佛 要想通 要想明白 不能等到报应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晚矣啊 今天拜师 有很多弟子看到自己在天上 又有很多弟子看到菩萨 慈悲的观世音菩萨 无处不在 众生慈悲的心 也是无处不在 我们要活在感恩心 我们才会拥有自 慈悲心啊 今天有很多我们的佛友 参加了拜师 他们全部看到了天上的菩萨 他们写了这么多看到的当场的证据 所以师父 这灾路几段给大家念一下 让我们共沾法衣 共吻法洗 这位佛友说了 师父点香请菩萨的时候 油灯变成了白色的莲花 我看见了天上的亭台楼阁 观世音菩萨留着两条漂亮的辫子 就像电影中的妙善公主 从亭台上踏着白云来到了拜师现场 拜师的师兄全部被拖到了天上 当师父七拜菩萨时 每一拜都是金光闪闪 他说 我又看见了一艘五米大的法船 观世音菩萨站在法船上 载着满船的人向右边驶去 拜师结束之后 五六米高大的佛陀坐在很大的莲花座 向我们挥手致意 我也向佛陀挥挥手 又有许多大菩萨挥手而来 我泪流满面 感恩师父 以上所述 真实不虚 之前我还犹豫 此次拜师让我震撼不已啊 这是绍兴的弟子余秋云他写的 那么我因为太多了 我把几个精彩的再跟大家说 会讲一点点 今天上午在弟子拿号排队时 我一直闭着眼睛给台长念大悲咒 心里十分安静 在念到一百多遍的时候 我慢慢看到了西方三圣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和大师之菩萨 还有地藏王菩萨 弥勒菩萨等诸位菩萨 他们站在彩色的莲花上 他们在他们的后面上 看着我们这些准弟子 在诸佛菩萨周围有数不清的小菩萨 站着一些的莲花上 卢台长坐在一朵很大的莲花般的白云上面 飘来飘去 卢台长发生穿着西装 笑嘻嘻地看着我们 我想可能是诸佛菩萨 看见台长太累了 所以让我们的台长休息休息 很会想 看到了就会想 心灵法门殊胜无比 四个月前在台湾法会上 我女儿女婿临上飞机前 带着布满三岁的孩子 她在飞机上 孩子睡熟之后醒过来 居然念起了大悲咒 而且 念了五六句都是完整的 这个宝宝说 在梦中台长爷爷 菩萨奶奶都来了 菩萨奶奶一边还洒水在我身上 所以他们教会我念大悲咒 太多了 不能讲了 没有时间了 大家都看一大堆 台长今天告诉大家 我们学佛人要懂得控制好 自己的个性 要记住个性像一张白纸 一经污染 就不能像以前一样的洁白 我们慈悲的个性 胜过卓越的才智 大家想一想 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一定会慈悲 所以很多人很聪明 以为在人间能够做这个做那个 但是他没有慈悲心 所以慈悲的人胜过卓越的才智 心胸狭隘的人 总是扼杀别人的个性 软弱的人会随便改变自己的个性 坚强的人 自然会坦露自己的个性 师父告诉你们 人要自觉培养好两种习惯 第一要看好的书 第二要听好的演讲 人生要做的两件事 第一要懂得感恩 感恩就是慈悲的基础 一定要懂得感恩啊 谁让你们学佛法 谁让你们学佛法 是哪一位菩萨 让我们在人间还能够稳稳当当的在生活着 是哪一位母亲父亲和我们的老师 感恩啊 第二点就是结善缘 今天来到这里的佛友们 实际上你们首先懂得感恩心 所以你们一直以感恩的心在学佛 第二你们广结善缘 所以你们成功了 学会人生的两个基本点 这是人生 师父没说是 弘法学佛 这是人生的两个基本点 一个是糊涂点 还有一个是精进点 糊涂在人间精进 在天上 要记住 养好自己的生命之气 还要养好自己的精神之气 实际上就要懂得 爱护好身体 又要精神要有气 这样才会提升你一生的 浩然正气 现在的人总是把别人往坏的地方想 现在的人总是怀疑别人对自己的伤害 实际上这种怀疑最难的就是造成了对自我的伤害 台长告诉大家 有一个单身的女子 她刚刚的搬家 她的邻居呢 是一户穷人 刚刚搬家呢 她呢不跟隔壁打交道 这户穷人呢 是一个寡妇和两个孩子 两个小孩很小的 有一天晚上 突然之间停电了 这个时候呢 刚搬来的女子呢 自己呢 找啊找啊 找出来蜡烛就点上了 突然之间 听见门响了 敲门了 她想 点着蜡烛 怎么开门呢 慢慢的开 一看是隔壁邻居的小孩 小孩子紧张的脸问 阿姨 你家有蜡烛吗 一听是隔壁的小孩 女子想 隔壁的邻居 怎么穷得连蜡烛都没有啊 我不借她 免得以后啊 她有依赖 什么都问我家借 她就对孩子冷冷的说 没有 正要关门的时候 那个穷孩子 突然关爱的笑了说 我就知道你家一定没有 说完 在怀里抠啊抠啊 抠出两根蜡烛 我妈妈说 怕你一个人住 我跟她说 阿姨一定没有蜡烛的 让我把她送给你 此刻 这个女子自责呀 感动啊 她将孩子抱在了怀里 记住 师父告诉你们 人为什么会变 你们知道吗 因为小时候 我们都长身体去了 所以我们很天真 很快乐呀 慢慢的我们长大了 我们不长身体了 我们都长心眼了 所以我们的纯洁就找不到了 我们的慈悲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就活着很累了 怀疑呀 嫉妒啊 恨别人啊 总是把别人往坏的地方想 自己活得越来越孤独啊 在社会上和人相处 又是这么的难啊 看见人家不笑 他就不笑 要别人先对我好 我再对他好 你想一想 你把自己的心紧紧的关起来了 久而久之 你就是自闭症啊 然而你天天在社会上 害怕别人 搞你 捉弄你 梦你 你又拥有了恐惧症啊 所以最后又恐惧又自闭 天天在家里 觉得人生没有意思 婚姻不好 爸爸妈妈不像小时候这么爱我 单位里又不理解我 自己朋友又找不好 最后得了忧郁症啊 所以要做到无有恐怖 无恐不顾 重罪皆忏悔啊 要将自己所有的善根成就众生啊 所有的善根要修行菩提 你就不会孤独啊 要将自己的一切猪业障 吸机消灭消灭消灭 消灭尽无余 好像很熟嘛 是哪个经文里的 好好学经文的东西 读到后来要开悟 不是天天念不知道 不知道里面深刻的含义 人想不会忧郁 就要远离颠倒梦想 无恐怖就不会生恐怖症啊 人一念之间 积重恶因 积重善果 所以一念正得善果 一念恶得恶果 要让心中的莲花 常常的开放 我们学佛人 学佛并不是为自己 我们也不为民 也不为人间的一切福报 我们是要让自己的心中 开出美好的莲花 我们要让莲花中的慈悲 善良和我们的本性 开出果实 我们要用自己的愿力 觉悟灌溉心中的莲花呀 拥有一朵洁白的莲花 我们才能将烦心转为佛心 才能能舍 才不会执着 这个人间的一切烦恼 有一位智者和他的学生 外出去办事情 他们路过一个贫穷 落后的地区 走进一家非常破烂的房子 里面呢 有一对夫妻 加上三个孩子 爸爸妈妈穿的衣衫蓝绿 孩子穿的裤子长 衣服短的 非常的可怜五个人 光着脚 家里也是破烂不堪的 这个智者就问了 你为什么要在贫困的地区生活 又没有工作的机会 这个男人说了 你不知道啊 我家里啊 有一头小的奶牛啊 这头奶牛啊 他非常听话 每天给我们挤出很多的奶 然后呢 我们做出很多的奶绕 然后我们就去卖给各种各样不同的商店 换来其他的食品来生活 余下的呢 我们再做一些酸奶 自己以此为生 这个智者非常感恩 他的诚实和实实在在 他跟那个孩子 跟他自己一个学生走 就说好 再见再见 离开了 这个智者走着走着 总觉得心里不是味儿 因为刚才的一幕 让他非常的难过 他就觉得应该帮助他 所以智者说 我要回去 把他的奶牛啊 放到深山里去 把他放掉 这个学生非常吃惊啊 老师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不要阻拦我 我就要把他 家里这个奶牛 偷偷地牵出来 把他放掉 几年之后 这个学生 一直为老师的这个行为 折磨着他 他很难过 他认为这个老师 毁了他的意见 他决定回去啊 再去看一看 给他们一些补偿吧 一直走 突然他看见 那里耸立着一座 非常气派的楼房 看到了当年的父亲 和他的 他们家里的几个人 这个学生 非常吃惊地说 怎么你会摆脱困境的 变成今天的成功啊 这个男的笑地说 哎 几年前 我们唯一的一头 靠着他生存的奶牛 突然不见了 最初 我们很难过 后来 动员全家 发展新技能 我们卖掉 仅有的一块地 造了另外的一座楼 我们借了农场 来养牛 很快的就富起来了 哎 要不是 那头奶牛失踪啊 我们还挤在 破屋当中 极乃维持生活呢 这个故事 教导我们学佛人 学会舍弃 改变 奇迹才会出现 失去 不代表放弃 学会舍 才是成功的开始 舍弃身上的缺点 才能 敬献你身上的 优点啊 大家天天跟师父在一起 跟台长在一起 非常的开心啊 又盼了晚上了 对不对啊 很多人没拜师 白天晃到晚上 记住了 菩萨都在这个酒店上面 不是晃啊 赶快念经啊 念礼佛呀 而且 在年三十之前 要多念礼佛 什么叫除夕啊 去除昔日不好的业障 我们学佛人 就是要 去除昔日的倒霉烦恼 我们要有新的信心 来迎接新的一年啊 所以赶快念礼佛 把我们的业障 全部的忏悔掉 我们才会迎接 我们春节的终生到来啊 有一位小姑娘 哭着打电话 让台长帮她看图腾 台长看出她身上 有很多灵性和业障 听众说自己知道 因为护法神 就是这么告诉她的 现在很多人很厉害啊 台长看出她父亲 对她特别不好 从来没有把她当亲生孩子 听众说确实如此 她上学的时候 父亲说 如果她考不中 重点高中 就让她去跳楼啊 什么这种父亲啊 我觉得应该让她父亲去跳 台长看到他们是前世的大冤结 父亲前世是她的婆婆 她的前世对婆婆很不好 所以婆婆这辈子 做她父亲来报复她 请大家听一听录音 谢谢 台长你帮我看一下吧 我是1986年输牛的 哎呦 哎呦你很糟糕哎 你身上的灵性很多 而且夜张快重得不得了哎 颜色升得不得了 是的是的 我以前念经的时候 感觉有护法神跟我说过 我身上灵性很多 然后夜张很重很多 对你看见了吗 跟台上讲的一样吧 我告诉你 你从小生出来 爸爸妈妈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对你不好 对我爸爸 我爸爸对我 非常恨你 对就是我爸爸 要打你啊 对的 他根本没把你当亲生的 对 是的 你也说的时候 还说如果 我考不上重点 就让我自己去跳的时候 好了 看见了吗 你老爸跟你说脾气坏得不得了 对对对 跟你说上辈子两个人大冤结 你的爸爸上辈子是你的婆婆 你过去上辈子对婆婆非常不好 所以这辈子你爸爸就来害你 所以他不会对你像孩子一样的 对的对的 他而且对你妈也不好 对对对对 告诉你了 你自己要好之为之了 而且你从小复刻都不好 对对对 听得懂吗 你这两根腿啊 细着了像筷子一样的 对对对 一念之恶 积重恶因 一念积正 既得善果 让心中的莲花 常常的开放 我们学博人 并不是为名利的 所以台长 让你们要懂得开出莲花 在莲花中要慢慢的懂得怎么样来让自己真正的慈悲来发扬出来 这个虚幻的事情让我们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所以要去除 分别妄想 分别妄想 执着你才能见到自信的光明 台长要叫你们能爱别人 能帮助别人 你就是福 能理解别人 解脱烦恼 就是会 我们要福会双修啊 想叫菩萨 常住在你的心 你要心净如水啊 想让菩萨的智慧 藏在你的心上 你一定要懂得安静 清净 干净啊 所以想拥有菩萨的智慧 那就是要懂得 我们一定要将烦躁的心 好好地安护住 佛陀的智慧才会进入你的心田啊 师父告诉你们 现在的人 有时候明明是对的 你讲不清楚啊 明明是错的 你也解释不清楚啊 我讲个小笑话给你们听听 有一位叫张太太 他打电话给一个建筑师 他说 我们家里啊 每当火车经过的时候啊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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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家的床啊 就陡动得很厉害 结果呢 他就打电话给那个建筑师 建筑师啊 每当火车一过我们家 我的床就抖啊 建筑师说 那不可能的 无稽之谈啊 张太太说 不信你到我们家来看看 结果建筑师呢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 就找到了地址 张太太说 你不信你躺在床上 等火车经过的时候 你自己感觉一下 这个建筑师呢就躺下去 建筑师刚躺下 张太太的先生 一推门回来了 这个张先生一看 陌生人躺在他太太的床上 就问 你是谁啊 你怎么躺在我太太的床上啊 这个建筑师战战兢兢的说 我说我在等火车 你相信吗 所以 现代社会人 真假不分 有些真的话 听上去像假的 而有些假的话 听上去像真的 让人坚信不移啊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上当呢 因为他 因为他 信假不信真啊 所以 我们 师父天天台长 跟你们讲 真的很多人不相信啊 对不对啊 很多人跟你说 哎呦 你怎么样怎么样 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哎呀 你要发财了 你要发达了 他马上信了 哎呀 你知道吗 你买买股票啊 你知道吗 中六合彩啊 哎呀 你一中之后 你几百万了 很多人刚刚学 心灵法门不久 就跟台长说 台长啊 真的 我去买彩票 结果我怕中不着 我就念准提神咒啊 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要不能受骗 就是不能贪 如果我们不将他的假话当成真 我们怎么会上当呢 所以不要把你们的肉身当成真的 天天化妆啊 哎呦 弄啊 两个小时 化就化了 师父也不反对 能不能在化妆的时候念经呢 牵手牵眼 无畏大悲心 怎么能 菠萝菠萝 没多心急 所以 记住了 我们 不要 把灵魂当成假的 因为我们的心的灵魂那是真的 所以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灵魂 你到底在干了些什么 所以这样才不会堕落到虚幻的世界当中啊 想一想 我们小时候为了买一个玩具 我们哭啊闹啊难过呀 最后要买一辆小火车 等到火车一个星期在你家之后 连火车轮子都找不到了 那是虚幻的世界 今天你是会长 明天你什么都不是 今天你拥有钱 你明天可能就破产了 所以虚幻世界都是空 找到自己真实的本性 好好地学博修行 那才是真的 借假修真才是真开悟啊 珍惜今天还活着的身体 借假的身体 好好修修你真正的灵魂 那借假修真才是真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苦 他不会去理解和同情别人的 只有当他自己受过同样的苦 他才会理解和同情别人呢 想学博懂得救苦救难 自己要先学会吃苦啊 吃苦才会懂得生命的价值 有苦恼烦恼你才会珍惜人生啊 人之所以痛苦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是一直在追求一种错误的东西 来把自己的思维行为和语言 慢慢地麻痹 让自己痛苦不堪啊 得不到的东西不要去求 求不到的东西不要去得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随缘而生随缘而活 随缘而渡随缘而学呀 很多人经常说 我很烦恼 告诉大家 烦恼就是自己找的 多少烦恼就是因为他看不上别人 看了不开心 所以他才会产生很多的不好的语言和思维行为 才让自己越变越烦恼啊 所以师父要你们记住 烦恼不会长久的 因为烦恼本身也是像过眼云烟一样 今天你可以烦恼 明天你不会烦恼 因为烦恼会过去 因为这个世界上 世事无常啊 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长久的 想象一下 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多么的快乐呀 想象一下 我们离婚的时候是多么的伤心啊 所以任何事情靠在自己的心去慢慢的浇灌它 懂道理明心才能见性 希望大家生如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复事 勿时热尘埃 师父又把这几句诗 我自己写了几句 见笑 见笑 希望我的弟子能够喜欢 喜欢 我自己写了 菩提 生如菩提树 师父就对上了 叫菩提如来处 第二句 心如明镜台 师父说 心是自信缘啊 时时情复事 师父说 红尘修缘绝呀 最后一句是 不时惹尘埃 师父说 不惹去尘埃 有智慧的人 所有人间的一切烦恼 一切业障 全部的都能用智慧来去除 所以修心要抓住两个重点 记住了 第一个 抓住本性不放 你就拥有了慈悲和善良 第二点 抓住自己的心 要锁住 要锁住你的欲望 没有欲望 哪来的我呀 就是我要 我必须要 我不停的要 才是在欲海之中 不能回头啊 所以佛法讲 无就是大乘佛法当中讲的真空啊 因为没有了就是无啊 意思就是超越了有和无啊 所以已经把有和无都看空了 我们知道 有就是无 无就是有 所以六族慧能大师说 本来无一物 何处热成哀啊 认知有 有这个世界上 什么事情都是有的 我认识到 我认为他是有的 这叫认知有 你一定要学会 他一定会无的禅学道理啊 因为今天有 有可能很快就会没有了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舍的时候 离开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我们舍不得呀 想一想 想有离开的痛苦 就不要去拥有 不要去拥有 你就永远不会有 舍去的悲痛啊 而且学佛要用智慧来学 我们一定要把菩萨的经典 好好地融会贯通 要用一个物字 所以开悟就是最重要的 理解无 会让你获得有的基础 实际上这个世界 一切是无中生有 有中便无 这就是人生的常态啊 我们人 常常地活在轮回之中 在1980年 美国的里根总统当选 前任总统卡特 离开白宫的时候 给他留下了三封信 并告诉他 如果有危难之后 你可以拆开 里根当时没有当一回事 1982年 美国的经济 严重滑坡 国内局势紧张 这个时候 里根非常的着急 拿出卡特留给他的第一封信 拆开 上面写到 骂我 就是骂卡特 所以里根就在各个场合 骂卡特 经济倒退 美国现在这么不行 都是因为前几年 卡特政府的政策失败 骂了半天 都蛮管用的 大家就不讲他不好了 他就继续说 说自己 我有足够的能力 力往办一局 国内很多人幸福 经济慢慢的 真的复苏了 到了1984年 1984年 那个财政赤字 国会呢 就责难了 不绝以耳 里根呢 非常的困惑 很难过 他的位置不稳 翻开第二封信 上面写了三个字 叫 骂国会 所以 里根就隶属国会的 过去不好的事情 插手干预阻挠啊 他呀 怎么样 紧缩政策呀 好 他这么一讲 舆论慢慢减弱了 转而呢 就怪国会了 怪美国国会 最精彩的是第三封信 1982年 里根总统不经国会的批准 他暗中向伊朗出售了先进的武器 并将很多的美元尽数 用于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 他觉得意义深远 但是国内大乱啊 里根呢 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这个时候 他翻出第三封信 一个意料不到的答案 回答了他 请你为下任总统 准备三封信 人活在世界上 不就是轮回吗 今天做错了 明天做对了 后天又做错了 大后天又做对了 我们不就是轮回吗 家庭 今天太太跟你说对不起 明天你跟太太说对不起 你们都是在轮回当中了 所以人的欲望啊 师父告诉你们 台长告诉你们 人的欲望像一个漏气的气球了 你再怎么往里边打气了 永远他得不到满足的 修行人 必须截至自己的欲望 淡泊明利 好好的调整自己的情绪 这样你才能过得自在无碍的生活 在自身的净土世界当中 要翱翔 要飞啊飞啊 天天放生啊 许愿啊 念经啊 最后换来的 最后换来的 法喜啊 充满啊 知足啊 快乐啊 拍摄 台长告诉大家 做人有三个要素 好好的做人啊 有志气愿力的人 一直会努力的 所以这个要素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 你必须要有志气要有愿力 你一定会继续努力达到你的目的 第二要有知识啊 你要懂道理 你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啊 很多人没有文化没有知识 白化佛法好好看看 师父这个白化佛法已经写了很简单了 潜能往前里看 生能往生里看 你们不看就把它扔掉吧 能不能扔掉了 不鼓掌啊 第三 一个人的成功修成佛道 做人的成功靠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靠的是有恒心能坚持 成功就在你的眼前 路就在你的脚下 西游记主题曲就是路在何方啊 佛道在何方啊 佛道就在我们的心里 因为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眼睛看得清 所以路就在你的脚下 好好的每一步走上菩提之路 才能登上彼岸 让我们进入佛的世界 师父告诉你们 在西班牙 有一个木材商的孩子 他从小生的很呆头呆脑的 人们都叫他木头 十二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有个国王给他颁奖 因为他写的字被洛贝尔看上了 所以他很想就把这个梦啊告诉别人 但是他想我告诉别人 人家肯定会骂我啦 神经啊 傻瓜呀 怕人家嘲笑 最后他就告诉了他的妈妈 妈妈说 孩子啊 当上帝把一个美好的梦 放想放在谁的心中的时候 上帝一定会帮助他完成的 就这么一句话 这个孩子真的相信了 他从此就开始喜欢写作 三年过去了 上帝没来 又三年过去了 上帝还是没有来 但希特勒的部队倒来了 他是一个犹太人 被关进了集中营 六百万人失去生命 他活了下来 1965年 他写了第一部他自传的小说 叫《无法选择的生命》 1975年 他选择的第二部小说 叫《退稿》 接下来他越写越多 终于有一天 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 2002年 洛贝尔文学奖 授予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 当时凯尔泰斯大吃一惊啊 啊 怎么会我获得这个文学奖啊 所以当记者问到他感受的时候 他说 我只知道 当你认定 我就喜欢要去做的这件事情 多困难 我也不在乎 上帝就会帮助你啊 今天我们认定了佛法 我们知道了菩萨 我们认定我们要修心超脱六道 我们好好的努力 我们就喜欢做这件事 菩萨一定会来救我们 佛陀阿弥陀佛一定会把我们 激上西方极乐世界 人往往是看不清自己最近的地方 最近最近的地方 所以人看不清自己身上的毛病啊 我问你们啊 眼睫毛就在你们的眼睛前面 你们看得见吗 除非涂眼睫毛的时候 涂得太厚了 你才看得见 像我们从来看不见 所以人的弱点是什么 往往是不知你眼前你正在做的 什么事情啊 所以你不知道眼前正在做什么事情 你也看不清楚 别人会对你做什么事情 所以很多人对你们的付出 你们可以视而不见 想一想 有些太太在家里 帮你饭烧好 玩洗好 帮你椅子放好 什么都弄好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 你看不见他的付出啊 想一想 就这么一个法会 我们要感恩多少帮助我们的人啊 想一想 我们的音响师 我们搭舞台搭灯光 请来的师父们 还有这么多的义工 给你们放上两千多个椅子啊 想一想 这些付出 你坐在这里 当你开心 当你拥有知识 拥有佛法的时候 你知道感恩了吗 好好地谢谢他们 好好地谢谢他们吧 所以师父这句话一讲 明天他的音响会越调越好 所以大家要记住活在世界上 我们要重视每一件事情 对每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重视 如果你不重视某一件事情 你就会坏事 所以你不注重每一个人 你就会失去他 离开他 你在家里 你不重视谁 谁慢慢就会离开你了 学佛人 要学会尊重别人 感恩别人 你才会真正的 从心里去得到他 一个学佛人 人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要对人真实 要善良 要宽容 对烦恼要面对 处理 要学会放下 师父告诉你们几点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吃得下的时候 要懂得感恩 睡着倒的时候 是善福啊 善良的福报 笑得开的时候 是因为你知福啊 学会吃亏 吃苦 你才能换来 忠诚和善良 忠诚和善良 同修 就去度他的二舅妈 因为二舅妈 本身学佛多年 做了很多的善事 所以一听说 心灵法门 他马上相信 许愿放生 第一次放生 十一点钟放完鱼 舅舅从重症监护室 已经出来了 第二次去放生 舅舅直接出院了 请大家听一听这个录音 谢谢 师父师父 跟您分享一个那个法学的事情 我二舅就是他那个 定年六十三 我二舅妈呢 他学其他法门 学了很多很多年了 他也身上有一定的功德呀 他也是一个大善人 做了很多善事 但是他没学咱法门 我二舅呢 忽然就业障爆发了 今年他六十三 突然就得了那个肾境外拴塞 然后就转到那个南京医院 就特别严重了 就是发展成那个肺境外拴塞 然后血压呀 各方面都不正常了 不正常就转到重症监护室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听我这个二舅妈 说咱法门特别零啊 他一听他就信了 然后他就接着发院 在我家这个佛台这发院 之前就把这个功德 转赠给我二舅 然后三个月之内 就是住十个人 然后就是一心修这个 跟着观星菩萨妈妈 觉佛修心 然后呢 还给我二舅放鱼 然后呢 给我二舅放第一次鱼的时候 我二舅接着当天 我们十一点放完了 十一点我 我那个哥哥就从南京 打过电话来说 我二舅接着就从那个 重症监护室病房里出来了 看见了吗 就特别特别零 就是我们十一点 放完了生吧 就十一点我 我哥就打电话 就跟我二舅妈说 就是说我二舅那个指标啊 什么各方面都正常了 人医生接着就说 这个病人怎么突然就是清醒了 就突然就让他出来了 出来了 我就我妈就特别发喜吧 就说哎 怎么个观音出发这么零啊 他接着又许愿 这给我儿就又放一波 两千块钱的鱼 结果两千块钱这个鱼 我们第二次去放生的时候 回来以后呢 人医生说这个病人 不但是重症监护室出来了 然后普通病房 要不要他住了 他直接回来了 你看看看 我告诉你 这种人为什么这么准 他过去学的佛全部都有加持的 就是因为他过去学佛 所以菩萨妈妈才让他找到这么好的法门呢 你听得懂吗 他一求就灵了 我一说他就信 一求他就特别 看见了吗 感恩师父 感恩心灵法门这么灵啊 让他救了我救了 谢谢 所以我们在人间要学会承受痛苦 有一些痛苦是我们因为不理解才会痛苦的 当我们理解了我们就不会痛苦了 所以很多人整天的被孩子烦恼 总有一天有一次人家点他 他这个孩子因为上一辈子是你的谁谁谁 所以他说哦 讨在鬼 所以他想通了 好让他讨吧 他就不痛苦了 所以痛苦教会了我们为人处事的道理 所以吃苦就是消夜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懂得 既然我们在人间无法逃避 我们就要勇敢的去接受他 佛教导我们 修心就是要改变 所以我们要纠正自己的心态 人与人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真正的区别就是在于每一个人的心态 所以心态决定的一个人的命运 心态就是让你得到顺利和不顺利的最根本的道理 所以真正的学佛人要控制人间的事和物 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什么事情我不争不强 但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心灵和心态 我们才能解决人间的一切烦恼 经济学的著名导师叫皮格玛利欧 他有一个叫效应 也就是像他一个定律一样 他说我们对他人 对别人 包括自己 我们有个预期 就是对他这个事情好坏 我们想做这件事情 不管对人还是对自己 无论好坏 我们的自己的感觉 就是慢慢慢慢潜移默化在心中 会影响我们如何去对待这个人和事物 所以当我们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已经想好了 不要对他太好 你就会在你的命根当中 慢慢的对他不是很好 所以对这种期待方法的行为 又会导致我们个人行为与预期的相一致 也就是说 你今天去做这件事情 你认为一定能成功的 你可能真的会成功 你在做的之前 你都没有想去要成功 可能的 我试试看吧 无所谓的 你不一定能够成功 所以最终想使你的预期成功 我们说了就是要心中有愿力 我们学博人真正的想让自己成博 我们一定要相信菩萨 许愿念经 会产生出与心理行为所为所一致的效果 让我们来实现我们共同极乐的理想 佛陀曾经说过 修道者有七种财富 就是学佛的人有七种财富 因为时间不够了 所以不能讲得太慢 我只能快快的给你们讲 叫信戒 惭愧 闻 诗 慧 所以这七种财富 就是你具足了 台长只能快快的讲 首先 你具足了 福德 才会为你招来财富 不会为你带来灾祸 这七种信是什么 就是信仰 我今天有信仰了 我相信 所有一切 戒 就是戒律 大家都知道 禅 是什么呢 就是 禅止 就是 惭愧 觉得自己很羞耻 很丢脸 愧是什么呢 叫愧疚 我今天又做错了 我上次答应过菩萨说 不再犯了 我怎么又犯了呢 叫愧疚 然后呢 文法 就像你们现在 就不停的在听佛法 不停的在念经 就是叫文法 还有一个叫布施 那么就是不停的 法不施 才不施 无畏不施 然后 才会得到智慧 所以佛法讲 佛陀说 信戒惭愧文师慧 就这个七点 我们学会 学博人 一定要去相信他的真实性 每个人都尊到他 而奉行不欲 也就是说 好好的去做 永远不会退转 你才会真正的去拥有他 得到他 英国有位著名的作家 叫约翰克里希 这个人呢 年轻的时候 写作 写书啊 非常的勤奋 非常的勤奋 但受到了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 因为他收到的退稿啊 你们知道有多少吗 有七百四十三封退稿 所以 很多人说 算了 你不要再投稿了 你不会成功的 他说 不错 我正在承受 人们不敢相信的 大量的失败考验 如果我现在停止了 我们所有的退稿 将变得毫无意义 但我一旦成功了 每一封退稿的价值 将重新的估量 克里希最后一共出版了五百六十四本书 无数的失败 让他赢得了惊人的成功 所以我们学博人要懂得 我们学博当中的难题不停的出来 我们家里不支持 学佛念不动 或者拜佛没有时间 天天怎么样 那么样 困难重重 如果你一旦放弃了 你就永远失去了佛法 记住 勇敢的坚持的 好好的 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努力 我们坚定自己的信心 天天的界定会 我们一定要克服贪嗔痴 我们一定要懂得天上的菩萨 看着我们天天修 天天见 天天的不失 天天的有智慧 相信菩萨永远有一天会来救我们的 所以这一天就是靠着你的坚持 靠着你的永恒 美国的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 我们可以接受有限的失望 但是我们绝不能放弃无限的希望 台长告诉大家一句话 学博中可以想不通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捨弃佛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